今天要跟大家介绍这本贝拉的生气贴 英文叫做My Big Shouting Day 你的小孩有没有在卖场 或者在外面倒在地上不回家的经验呢 但是如果你诞生的话 你已经有看过就是在外面哭闹 或是倒在地上的幼儿 我不要回家我要买这个 那这本的绘本书名虽然叫做贝拉的生气 但是以妈妈的角度来看这本书 觉得很适合叫做妈妈的一天 或是二宝妈的一天 那妈妈自己一个人带两个孩子 其实非常的累人 所以如果你要我选择要工作 还是带小孩来个比较轻松 我会告诉你工作 就像现在在这边轻松的录影 这是比当妈妈还要轻松的工作 那所以呢 今天我会以妈妈的角度来介绍这本书 我没有要念故事哦 我是希望你可以买回家 跟孩子一起共读 所以我的儿子小群在读这本书的时候呢 非常的认真 然后一直偷笑 他可能觉得这一部分就是他 所以你等一下在书中可以看一下 这个小孩在做什么 还要仔细观察妈妈 跟路人的表情 好了 我就不要入镜 这样子比较神秘 那我们就一起来看这本书 贝拉的生气天 那我很喜欢这个绘本就是他加强的字 他会用黑色粗体 其实蛮小绘本在字体上会有这样的变化 所以每一页都会有这样的字体 快点出去把弟弟赶走 把弟弟赶走 把弟弟赶走 把他的玩具 然后开始闹脾气啰 这一幕很经典的开始大叫 赶快看一下妈妈的脸 就是很无奈 有没有 如果在卖场遇到这种状况 就是无奈 那路人呢 乌者的多 其他人就是呈现一个傻眼的状态 哦哦 然后饼干破掉了 生气 结果大家一起要当公主 他说其他人也不能当公主 朋友就回家了耶 怎么办 这一页非常的好笑 大家都在上芭蕾舞 他就一个人在那边 好痒哦 身体好痒哦 我的身体好痒 接下来就一系列的 你知道 开始 为了挑剔而挑剔 为了不要而不要 哎呦 我脚好痛哦 什么的 我的脚好痛哦 倒在地上 还好我儿子是 不至于会倒在地上 可能只会哭着说不想回家 但不至于倒在地上 在阿嬷就说 哇 弟弟好可爱哦 在书中 这个妈妈 并没有骂她 就是还是走进去 就是给她一个晚安的吻 所以我知道每个人都有心情不好的时候 明天你可能就会开心多咯 这个妈妈就是 以温暖温柔陪在她旁边 是一本温暖的书 所以一整天都很开心 开始跟弟弟玩 觉得巴布 是她最好的朋友 然后我们不一定要说 欸妞妞就是像贝拉一样 其实看了她自己就会笑 那我自己的方法是 之前有一本也是情绪绘本 叫做贝蒂贝蒂 贝蒂好想好想吃香蕉 她只要有一阵子就会生气 我就会拿那本书给她看 她看了就会开始笑 然后她就会忘记她为什么生气了 那你不用担心觉得 唉呦这本书买回家 小孩会不会被书中的主角影响 噢他们有不好的示范 不不不 完全的不会 因为其实二到四岁 或是再大一点的孩子 他们其实很喜欢 好笑或有趣的故事 因为他们觉得他们 就是故事的主角 所以像上周会本 鼓励鼓拉我儿子没有一直叫我念 但这本她一直说慢慢念慢慢念 她看你觉得很有感觉